好 那麼繼續要看大家來看到 這個古道啊 因為抵擋不了大雨 所以這個將近四百年的古道 竟然發生了嚴重的坍塌了 就在花蓮縣玉里鎮 這個安通越嶺古道的連外道路 大約是有發生三十公尺的路面毀損 現在很難通行了 那麼初步研判呢 這個坍塌的原因 很有可能就是因為先前 這個原規颱風所帶來的這個 磅沃大雨才會造成探訪 好 這個安通越嶺古道呢 是臺東縣以及花蓮縣的第一條古道 從荷蘭時期就已經存在了 那麼也曾經是當地阿美族人的 殷親步道 撐採了三百八十三年的歷史啊 沒有想到如今卻發生了 這麼嚴重的坍塌 也讓當地人還有文史工作者 覺得非常的不捨 希望可以趕快來把這個道路給修復